有关COVID-19疫苗审议结果的部分 就是在1月27号我们 审议小组开了第173次会议 其中跟COVID-19有关的有41案 那相关的件数有两案 那无法确定的件数有6案 那无关的件数有33案 那相关的部分 这两案有一案是这个 高端疫苗 那因为他是发烧 因为症状害轻微所以没有给付 另外一案是这个接种AD 那主要是这个过敏性休克的不良反应 那判为相关 那这个给付是两万元 那另外还有6案的无法确定的 无法确定的案件 那其中有一案是跟AD注射之后相关 那呃呈现的是这个脑 有静脉水酸 那因为无法确定啊跟这个AD疫苗相关 所以救济金额是两万 那还有一案是这个个案出现 Gillain-Balase syndrome 那因为无法确定跟这个AD疫苗注射相关 那所以就有关救济的这个总额是40万 另外还有一例是这个AD疫苗注射之后 的第六对的脑外展神经麻痹 那这个部分也是无法确定跟这个疫苗接种相关 那这个部分是救济的金额是10万 那还有一例是注射AD疫苗之后 发生这个皮肤过敏反应 那也是无法确定跟疫苗接种相关 那这边是给付的是3万 还有一例是注射莫德纳疫苗之后 产生这个皮肤的这个Steven Johnson的一个症候群 那这个部分因为跟这个疫苗接种也无法确定 那给付的救济金是9万 那最后还有一个是AD疫苗注射后 那产生这个肌痛下肢瘀斑的情形 那有症状轻微这边但是虽然是无法确定 但是并没有给付 以上